在端午坐大家都会应景的吃肉粽 掘香包 以地向南平国秀丹华分校的小朋友 也在美兽老师的基督之下 制作香包 老师把这期的华东融入课定当中 让小孩借用香包的制作 来了解以前的方式 上团在端午坐这一天 小朋友如果生活中有掘香包 可以欺负 投结理 又可以逢忙堂 在端午坐大家都会应景的吃肉粽 看白莹准 掘香包 处理放爱草 摘五十岁 跟账豆 贴囊 以地向南平国秀丹华分校的小朋友 也在美兽老师的基督之下 制作香包 老师把这期华东融入课定当中 让小孩借用香包的制作 了解孤劳的方式 当午节的时候 蚊子才不会来进 蚊子才不会来进 然后相报没有放什么东西 刚刚老师有说放什么东西 就是老树的还有香料 想到说小朋友带香包 除了说可以辟邪 然后有讨个吉利 还有驱虫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说请学校的美术老师 把我们的这个节庆的课程融入在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 然后让小朋友来自己 自己制作他的香包 然后把自己制作的香包带在身上 然后希望说小朋友在这个那个冬午节当中都能够平安快乐 然后也自己做的香包 他自己对自己的香包会有很深厚的感情 会比较珍惜这样子 能够让他对那个 就自己做的东西也有一种珍惜的情感在里面 然后对我们民俗的节庆 也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小朋友在美术老师的基督之下 制作收益自己的香包 令人外甲的母义真是可愛 看起来能够以后 唐度及 向前平安结承的香包 尽收收朋友的喜爱 郝典丹守会认为 中传统的这期华党终接到学校中 会让小朋友对学习竟有倾诉 而且借由自己当手做 能够加签计的 能够控制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自己亲手做的香包 小朋友也会竟加丁销 谢谢新闻 朱雷晋 二弟兄 彩虹报道